我爱你 你怎么来了 你不去谈情说啊 找我干嘛呀 找你聊天啊 你要去跟我聊何赵海 免开增垮 人家怎么得罪你了 我现在不能跟你谈 还能跟谁谈啊 也不知道海嫂 好像你的生活中 除了何赵海 就没别人了 我跟你说啊 我的态度从来就没变过 我不赞成你们在一起 对 我是帮帮你 可那是为了你的尊严 别到时候回想起来 连肠子都要混青 我现在后悔的是 我为什么没能早点认识她 我的妈呀 她说了 她对我们的未来 还是有设想 她要给我一个家 是不是 她要你出钱给她买房子 你这个人怎么总喜欢 把别人往坏处去想 何赵海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但是实际未到 有些男人 就会等到一个恰当的时候 水到渠成的 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记住 不管是什么样的男人 开口问你要钱 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 你都要捂紧自己的钱袋子 何赵海从来就没跟我提出过 任何要求 针针铁骨的男人你见过吗 就是何赵海那样子的 我真是受不了 美的你呀 你呀被爱情冲昏的头脑 看她什么都好 还针针铁骨呢 说出来也不怕酸倒牙呀 樊桑 范桓啊 您多吃点啊 这个那么 这个营养可好了 身体 phenomena棒棒的 听到没有 真是鲜绿炒蛋也好 嗯 好过渐 今天我有点 妈 我给你吃点饭 不能做 妈 我 我都站在这里面有两个多小时了 腿直哆嗦的 我真的快晕过去了 这样那么一会儿就都晕过去了 不知道是谁说要真心回过来 一点诚意都没看出来啊 妈 不是没有诚意 我确实一天没吃东西了 妈 我去 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怎么没人吃啊 这个我今天 我来 我来 很多时间去助力这个菜 好吃 好吃 救命 好吃 好吃好吃 来 妈 你看 求求你啊 妈 是 是真的我是诚心回过 可我这一天什么东西都没吃 我真的 真的 这事请我没用 你老婆说了算 可慧 你说哪儿 坐 坐吧 真 真 真的晕 给他吃点东西吧 要不死在家里怪难看的 没事吧 妈 我来帮你 来 帮你 怎么样 我这招灵光吧 您这哭肉即是见效 反正 文慧是心软了 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人家有句话说得好 您才是作妙不才撞婚 我不能眼看着他们迷婚哪 现在旧文慧家全火点 要是他们迷婚那可怎么办呢 把这事赶回来看 可是 这婚姻的感受啊 那还是得咱们自己说了算 你想那面子就是给别人看的 幸福才是自己的 你看看文慧 就为了任忠霖这事都瘦了一大圈 如果任忠霖再小子要是改 那还值他要是不改 你说那文慧就太不值了 那你的意思是 让他们离呀 离不离呀 这就看文慧 文慧觉得行就往下过 文慧觉得要不行那就离 听文慧的 我赌一把 只要回来 等 cliff 儿子 是 我好有本事啊 你做热乎饭了 水是脏话的 吃的饭是冷的 喝的水也是冷的 每晚上上烤的都是冷冰冰的 每天都受尽 喝谁啊 这是活该 自己做的 好好的日子不过 好好的太平日子不过 把一个家弄成这样 自作自受 真是 好意思说呢 受害最深的是文慧 一个男人 怎么能让自己的女人说哭就哭呢 你还有脸哭呢 大姐 您说得对 你不知道 这个是我错的太过分了 这都是我的错 不让文慧伤心 我也恨我自己 我 我恨死我自己了 我 我知道 犯了这么一个大错 连累文慧和我一起造成 我该犯 我该犯 我 吃完这顿饭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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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走 家里所有的一切 我 我都留给文慧 我才不相信 一会就这样走了 你说的话 我再也不会相信 老慧 老慧 我 我真的就这么走 我什么都没有 净身出户 我 我不想让你再为我担心 老慧 你知道吗 我在外面这些日子 我 我看我们之前发的短信 还看我们之前拍的照片 我就更觉得对不起你 你觉得对不起妈 那么关心我 我 我 我要是再捉不住个样子来 我还 还算人吗 我 文慧 只要你可原谅我 让我做什么都行 文慧 文慧 听妈说几句啊 他 他都已经受到这个份上了 要不 你再考虑考虑 再给胎子机会 听妈的 我会再观察你的表现 我这次 可是看在妈的面子上 我告诉你 我是再也受不了一点欺骗了 你要是再对不起这个家 就没有任何王慧的余地了 我敢 我一定敢 王慧 你要真的敢 我就再给你一次欺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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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慧 我一定敢 我一定敢 我再也不骗你了 我好好待你 我要是再骗你 就让老天批了我 我别别批了我 不要 我这就要不骗你了 我这就要不骗你了 我一定要把他肯定了 你欠下的钱都是你大姐夫 帮你还下的 谢谢大姐夫 文慧 我不明白了 这大半夜的 你叫我出来陪你喝咖啡 是不是那个何丈海 又去忙他家里的那些破事了 你嘴不知道能不能挤点得 什么叫错事 老实说 是不是一个电话给叫回去了 人家来电话说 他二妹苏文慧家里出事了 那个任忠明回来了 任忠明 就是上次在医院里碰上的 拿了你的赔款 就跑路的那个男人 我说你犯得着吗 还乖乖地让秘书 把钱送到他家里去 那个老太太 一点都不念你的好 还觉得你心甘情愿倒贴呢 事了 他心里肯定着急啊 再说了 人家又不是白拿 写借条的 那借条是摆着看的 我就不相信 你会让他换钱 要是来真的 就让那个任忠明 再给何兆海写一张借条 不相信 我应该给你 我现在跟他换钱 不相信 我现在换钱 就算了 她换钱了 我已经换钱了 你换钱了 不有腿的 在那儿还呗 叫你写欠条 是给你一个简箍咒 揪着你往正道上跑 只要你以后 踏踏实实做人 你大姐夫 他是不会让你下不了台阶的 这个钱是丁心如电的 我现在负责你 盯着你分期付款 丁小姐又不缺钱呢 不缺钱那那那 那也是人家自己的钱嘛 该还的我们 还是一定要还的了 大姐夫 这个欠条你修好了啊 这做的事情也做好了 反正都回去了 这一天累下来 我也就吃不下了 我现在回去了 那 莉莉 这大姐夫送你回家 大姐夫送我回去 你就崩了吧 怕什么呀 你 你在想什么 你脑子清爽也好吧 我告诉你苏莉莉啊 我已经给你打过预防针了 另外请 大姐夫 你大姐夫办事 我放心着呢 赵海 你给他送回去早起早回啊 路上小心点 好 去吧去吧 好 我们走了呢 我们走了 再见啊 再见 再见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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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莉莉 走了吗 走 我这腰都断了 我得给你们老婆谈谈 跟我进来 谢谢 这是什么 这是偏方 很重要的啊 妈 你要我们进来 还这样神神秘秘的 就是为了给我们偏方啊 芬慧 妈说重要的一定就是重要的吧 妈这是什么偏方啊 智不孕不遇的 前些天 我到一个老终于那拿来的 很不容易拿到的 还是宫廷秘方呢 这 这个偏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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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妈 谢谢妈 妈 不回啊 妈知道你心里不开心 可怎么办呢 日子总要过下去的呀 温仲敏 这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 是要看你的了 妈 您放心 情况我一定 好好对待芬慧 还 还有 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 我一定全力以赴 埋头苦干 这态度还差不多啊 芬慧啊 你什么都不要想 你只管给妈 妈 把身体养好了 吃好 睡好 喝好 把心情调整好 你呢 每天给我熬这宫廷米方 喝这宫廷米方 天天得坚持 一天不喝 药性就不灵 妈 这个您放心 明天一早 我就按这个方子去抓药 一定好好配合 争取 争取早一点 让你抱上外孙子 要本事你自己生 我会啊 请妈的话 你要相信她 总会被感动的 总会进步的 妈 妈呀 现在什么心思都会有 你们俩的 好好地安定下来 生个孩子好好活日子 比什么都强 妈 您就放心吧 我这次 一定不辜负您的一片苦心 听说我们在家的时候 定心如人口家里的 就是跟家人见了个面 那你们就 算是正式定下了吧 算是吧 你们想到我才走了几天 你们 姐夫 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哎呀 感情这个东西呀 谁说不准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你真的喜欢定心如吗 这个 哎 应该是吧 不过姐夫 我真的不能接受 你们两个在一起 你们两个完全不是一路人的 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啊 是啊 我开始也是这样认为 我怎么能和定心如将的人在一起 那差距太大了 是啊 但是相处一段时间嘛 觉得 还行 我们对未来都有共同的想法 不是 姐夫 其实 你没有仔细观察过吗 其实在你的身边 有一个比她更适合你的人 其实 没事 没事 姐姐的话 在哪儿啊 我送莉莉回家呢 外头起风了 打得着车吗 要不要我过来接你 你在说什么呀 还接她 跟她说让她来接你 不用不用 你也早点回家吧 那个 不许明天顶着熊猫眼来见我啊 要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你就给我电话 好吧 就这样说了 好 你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 莉莉 姐夫你不用送了 祝福你们 我可以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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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她的 我可以帮她 我可以帮她 好 我可以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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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茴,我来,我来 孟茴,我要不要吃苹果 我削个苹果给你吃 孟茴,你干什么去啊 睡觉 这么早就睡觉 饿不饿,要煮点宵夜吃去 不想吃 想起来 是,很晚 是,很晚 是,你不想去 我不是说晚餐 小朋友 今天选择 宝珍 来 喂 丁总 不好了 公司出事了 有人把公司给告了 说我们 说我们不震荡竞争 什么 怎么办哪 怎么会这样 文慧啊 我这一次我是真知道自己错了 我这次回来就是准备让你出气的 我有心理准备 你怎么惩罚我都行 我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要不你打我几下 打我几下 你不打 你不打 那我自己打 狠狠地打 我 我自己打啊 我该死 我不是人 你不理我 我就一直这么打下去了啊 文慧 我错了 我办的事情不是人干的 我太不对了 我真不应该 我对不起文慧 我 你去哪儿 我去客厅睡嘛 谁要你睡客厅的 你不会啊 你不生我气了是吧 我是怕明天要整理客厅很麻烦 不过那至少说明你 你是宽宏大量 大人不济小人光 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已经原谅我了 是吧 我老婆最同情达理的 我最同情达理吗 那你就是在说我笨 我是全天下最笨的女人 你不是常说我脑子被门夹过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脑子被门夹过之后你 你更聪明更温柔 行了 我现在是爱莫大于心思 我说不动也不想说我 以前我会骂你 跟你吵跟你盯什么家规 那是因为我对你还有点亲 不是 文慧 那你现在继续骂呀 你狠狠地骂 肆无忌惮地骂 好男人就是被女人骂出来的 是吗 我怕我没这个本事 反正我也想开了 现在一时半会儿离不掉这个婚 以后去婚日子吧 谁也别烦吃谁 不会 不会 不会你 你真让我心里更难受啊 你还不让我去死掉呢 我这一次是真的改了 我真的改 我要再犯的话 我这真不是人 要不这样 我给你写个保证书吧 你还有脸说你要写保证书 你看看你以前写了多少保证书 第一次我相信你 乃是情有可原 第二次我相信你 那我是傻子 反正我已经傻子做到底了 现在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再相信你了 不会我知道 我心里其实已经原谅我了 就是你摸不开这个面子而已 真的 我有 我有感觉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心有灵犀的 至少你还愿意继续跟我过日子吗 那是做给妈看的 以后你任主名想过什么日子 随便你想走 我呢 我要睡吧 文慧 文慧这一次我真的改了文慧 我真的改了 我 我发 我发我发誓 我发誓 灯灭抹灭 我要是再犯的话 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反正你任主名发誓 是你最拿手的 就叫放屁 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翟先生 我会给西部商案的 有人把公司给告了 对 翟先生刚才打电话来说了 他也是刚知道 他会派人去调查的 现在只是知道一些皮毛的事情 说是有人把匿名信 写到行政工厂管理局去 说咱们不正当竞争 胡说八道 谁这么缺德啊 妈妈 现在这个时候 正是很敏感的时候 正在整顿房地产 所以说要彻查 在彻查的时候 可能会冻结公司的资金 另外那个公司营业额 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不正当竞争 我没有做过任何违法违规的事情 这就是误告 这个事也太巧合了 那明天就要投标了 今天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喂 好 莉莉 给我一分钟时间 我是来道歉的 你别拦着我啊 你要拦着我找警察了 你找啊 你找 在警察来之前 我必须向你道歉 你原谅我吧 冒警方 你真是无耻超你了你 我无耻 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我太爱你 我太爱你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是 我这样做是不对 但是我没有恶意 我没有恶意 我真的没有恶意的 你说完了吗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不可能原谅你 若果我现在手里有一把刀 我先马上投死你 别讲这些气话了好吗 放开我放开我 你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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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 打得好 真的打得好 如果还没够的话 你继续打 你继续打 放开我 只要你能原谅我就好了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掌握着我去找你了你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纠缠我 我就要把你送进监狱 若我有什么办法 我一定要把你送进去 不信你试试看 莉莉 你一定要是个警察解释吧 好 好 我猜你纠缠你 你够不可判 但是我有个问题 你是不是爱上何兆海 苏莉莉 你别再骗自己好吗 何兆海他爱的是丁心如 不是你呀 你给他永远都没有结果的 你别再骗自己了好吗 苏莉莉 你是不是爱上何兆海 你别再骗自己好吗 你别再骗自己好吗 何兆海他爱的是丁心如 不是你呀 你给他永远都没有结果的 小兆海 狠海 我 阿嬷 马上过来加班 通知企划部的 全部过来加班 来 你喝口水吧 算了 我知道我心里急 但是这个时候 不能乱了方寸的 尤其是不能把身体累坏了 你看看你这个眼睛 现在跟兔子似的 你这个掌门人 现在要倒下来 你说让底线人 怎么看你呢 是吧 你赶快回家吧 这儿有我 我盯着 好吧 我哪儿都不去 我必须留在公司 你看你这个 那也行 那你 你不回家 就躺沙发上歇会儿 员工我来联系 好吧 这行了吧 行 好 听你的 那你得答应我 等他们一来 马上把我叫醒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来 来 好 闭上眼睛啊 好 来 哪位啊 是我 毛景峰 是你啊 怎么了 我现在在公司大坞 你下来一下 我有事长 你等着 我马上就下去 你找我什么事 当然是大事了 要不怎么会半夜三更打电话找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大家都是聪明人 你说我怎么知道 这么说 背后搞阴谋的是你 何赵海 我先纠正一下你的措辞 这不是搞阴谋 这是谋略 不过今天我有个交易 可以让中天逃过一劫 不知你是否感兴趣 我跟你这种人不做交易 只要这个交易成功 中天可以没事 是 其实你也知道 商场如战场 有些时候得用些非常地手段的 之前我在中天当总经理的时候做过几项目 用了点 我想明白 所以你现在把这些事都兜住了 都推到丁心如的身边了对吧 不在其位不谋其职 现在谁是中天的老大 谁就要背这个黑锅 毛锦锋啊 毛锦锋啊 你还是个男人吗 你用这种卑鄙恶劣的手段 迫害你曾经爱过的女人 你真无耻 无耻 对 你也说我无耻 怎么了 一天晚上有两个人说我无耻 不过有一句话是对的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何兆海 商场如战场 这不是老生常谈 是血淋淋的事实 如果你玩不过的话 早点滚蛋 你想跟我玩是吗 好啊 我陪你 你说怎么玩 我知道你对丁心如很体贴 很包容 这很好啊 敢当护花使者吗 也是西医女士的一种方式 既然世事都护着丁心如 看你这一次 是不是愿意帮她解这个文 有话就直说 好 你爱着丁心如 我爱着苏莉莉 但苏莉莉心里只爱你一个 条件很简单 只要你 让苏莉莉对你彻底死心 那我可以放中天跟丁心如一忙 怎么样 公平吗 苏莉莉怎么会媳妇上你呢 这个不用你替我操心 你也要做的 只是要让她死心就够 毛警方 你真是打错算盘 找错人了 我可以把这个事 跟苏莉莉说清楚 但是 我绝不跟你做这个交易 我会把你这些所作所为 都告诉苏莉莉 让她离你远点 你别这么着急着回答我 想清楚 如果我把我掌握的东西捅出来的话 丁心如会有什么后果 那我告诉你 如果你敢伤害丁心如的话 我饶不了你 想通了 想通了 我再跟你说一句 如果你敢对苏莉莉 再怎么样的话 我同样饶不了你 何兆海算你狠 好 你等着给丁心如探街吧 你怎么下来的 不在上面多睡会儿呢 他真是丧心病狂 等这种人生气不值得 我没生气 没有 你怎么下来的 我没有 我没 再来吧 我一遍 我还是有什么 我是不是 我有一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